可大魔王把大家叫到这里 到底是为了什么 证件事的疑点太多了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过这封信 像我们这些没有梦想的成年人 完全是为确认实际情况而来的 对了 雷泽也受到信了吗 是啊 他说他不擅长读写 特地请路上遇到的好心猫耳叔叔帮忙转达了信件内容 路上遇到的好心猫耳叔叔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杜拉夫先生嘛 雷泽收到的内容也很简单 红色 很烫的女孩子去了海岛 他需要朋友的帮助 得知其他人收到的信件内容后 我就知道这件事有蹊跷 我可不相信世上有什么魔王 对方一定别有所痛 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处理潜在危机 不对 不对 有魔王 独独大魔王就是 就是大魔王 好吧 雷泽是被某件事物吸引 提前跃下龙背才跟我们走散的 我在这座岛上检查过了 没有他的脚印 也没有开船的痕迹 根据他跃下时的方位 如果不是降落在这座岛上 就是去了那一边 你们去过 前几天去过啊 平台上有台神奇的机械 请团长说他来自到期 难道就是雷泽啊 各位 我们去中央平台确认情况吧 看 在那边 雷泽 大家 我来啦 我来啦 雷泽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是要治疗的 没有 没事 我 闻到味道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机械零件吗 味道很明显 和信上一样 雷泽确实提过 他收到了信上有股奇怪的气味 雷泽的鼻子特别灵 那个魔王连这一点都算到了吗 嗯 这个和那个 味道一样 把这个小东西 放到那个人里面 他们 一样 给你 嗯 我 我不懂 你 可靠 放心 嗯 可莉也觉得容易歧视姐姐很可靠 慢着 好好想一想 放入零件后会发生什么事 这台稻妻机 万也是魔王的不舍 看来 是想让我们激活他 也许 魔王又醒来了 那就得做好应战准备了吧 旅行者 注意安全哦 见到魔王是小可莉的愿望 我们正是为此而来的 对吧 等等 他 他好像动了 哇 真的动了 即使你 非常适合 怪我 这个 就 可以 你 他 可以 对 我 就 做 像 我 你 我 就 终于打败它了 哦 好像有东西 是水晶吗 想不到你对我这么有信心 要说晶体 首先得说说这台机械本身 各位的猜想很正确 刚才那名到期打扮的巨人 是一台仿造人的形态动作 制作而成的机械 是用来打架的那种机械吗 就像一技守卫那样 恐怕是的 它具备相当的作战能力 又不听指挥 应该是损坏已久 只会无差别攻击所有人 从外观来看 它也确实出自到期 眼下正处于锁帛状态 如此庞大的战斗机械 如何才能从到期内部流出 那就要问这座岛上 曾经存在过的人了 凭各位的眼力 肯定已经发现了 这一带看似无人岛 却有过人类存在的痕迹 我大胆推测 这座岛从前有过原住民 但比起原生人类 他们是外部来客的可能性更大 或许这些人花费了很长时间 总算找到离开海域的办法 如今人去岛空 只在局部地区留有残存痕迹 至于水晶 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矿石制成的晶体 能透光 我想也许是有什么特殊用处 我们在附近找到过石头搭起的塔和小花 你觉得有关系吗 听起来像是有什么人在祭奠它 是的 我去看看那块布置 该怎么说呢 像是某个人心怀感谢献上的礼物 原来如此 各位觉得呢 什么人会为这样一台机械送上纪念品 受过恩惠的人才会心怀感激 我认为 这些缅怀之物 来自与它有利益关系的人群 如果它曾经与这里的原住民共同生活过 就不难解释这些了吧 当然了 这只是我的猜想 共同生活 是在它坏掉之前吗 它究竟做过些什么呢 这一代潮友秋秋人出没 或许 它的无差别攻击对象 也难过了秋秋人 从而 有趣的巧合 但说到底 这些都只是猜测而已 想深入了解背后的故事 恐怕需要更多证据 目前还不清楚 线索在哪里 各位 稍后我们可以一起调查附近 现在的话 还是先把精力 集中在眼前的问题上吧 这里还有一封信 肯定又是嘟嘟大魔王 信 快看看写了什么 神秘的魔王 神秘的魔王 独自睡在西南方的小岛上 外孩子让他等了太久 天黑了 星星爬上夜空 贪婪的精灵 贪婪的精灵 让月亮跑起了圈 三色的钥匙 由奇异之鱼保管 秘密就在这里 你敢来吗 是新的恩事吗 是什么意思呢 跟刚才那些水晶有关吗 西南边的小岛 指的是哪一座岛 与其站着下猜 不如沿途调查 这片群岛我们几乎都走过一遍了 要说有什么值得在意的事 有啊 那边有个好奇怪的岛 上面有个大大的圆圆的东西 可莉 你又擅自行动了吗 对不起 可莉只是到处看看 只要没触动什么机关就行 很空旷 一个人行动 也可能遇到危险 可莉 下次如果你想去什么地方 就叫我 我们一起过去 这样可以吗 可以吗 可莉担心请团长 还有其他的事 当然可以了 知道了 一如既往地认真呢 请团长 简直像是可莉的家长一样呀 你说得很对 我也有同感哦 可以呀 抱歉抱歉 不该这样开团长玩笑 那旅行者 我们过去看看吧 走 咦 这是罩子吗 好像不是硬的 应该是某种能量罩 大家 千万不要乱碰啊 说不定会被弹飞呢 嗯 这么大的罩子 哼 可莉知道你就在里面 乖 我来啦 我就是可莉 出来骗我 没有回音 难道她也不在这里面 不会的 她一定在 罩子越大 嘟嘟大魔王越坏 这是什么逻辑啊 各位 我觉得可莉 可莉说得没错 这么巨大的能量罩 想必有它存在的原因吧 合理的推测 我同意 既然是能量罩 就需要能量源 找到源头 应该就能破解它 现在附近找找 可能存在关联的装置吧 有劳各位了 可莉先出发 等等可莉 跑慢一点 我们也不要输 快跟上去 快来看 这个这个 看起来确实是装置一类的东西呢 一共三套装置 发出的光线 汇聚在同一处 阿贝多 它会是解除能量罩的关键吗 这里的光线发射器前 都布置了一个小型支架 看形状 似乎是要嵌入某种东西 这是什么形状呀 可莉看不懂 快说给可莉听 不规则的原型 也可以说是善型 会是什么呢 出现在海边 具有这一形状的物 看到的贝壳 不是比这个形状小 就是比这个形状大 不是贝壳 多半就是鱼鳞了吧 鱼鳞 但是这里为什么要放鱼鳞呢 或者 还有其他线索吗 既然是安置在光线发射器前的装置 就意味着 对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东西 居然是 居然是这种用法吗 没猜错的话 这是利用光线完成的特殊装置 我曾在一些地方经过类似的设计 光线的布置 必须符合条件或路径 正确布置后 才能开启机关 照这么说 这三台装置 就是打开能量罩的钥匙 各位发现了吗 装置发射的光线 虽然是白色 它们本身却是有颜色的 红 蓝 黄 一共三种 是 线上的 三色的钥匙 由其一只鱼保管 嗯 很有道理呢 终于其事 刚才那个大家伙 是不是调过什么东西 花瓣般的浅红色 海浪般的浅蓝色 秋叶般的浅黄色 看来 这三块水晶 就是解开谜题的关键道具 把贵重的东西 交给海中贪婪的精灵 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是我想的那个意思 旅行者 我建议把水晶布置在海边 贪婪的精灵 很可能是指海中的鱿鱼 鱼被水晶吸引 带来鱼鳞 刚才来的路上 我有看到那边有个巨大的海螺 周围有很多鱼在游 如果要放置水晶 就放在那里吧 那里的水比较浅 万一失败 也能把东西捡回来 不会失败的 不要说这种话了 对对对 一定成功 那我现在就带大家过去吧 行 好吧 ね ┪ ┪ 嗯 ┢ 这样就可以了吧 可是 没看到有鱼过来呢 可莉 心上还有其他提示吗 呃 呃 什么来着 贪婪的精灵 贪婪的精灵 让月亮跑起了圈 难道说 这种鱼只在夜晚出现 还要等一整晚的意思吗 抓鱼 吃 好呀好呀 跟可莉去抓鱼 嗯 等等 可莉 哦 亲团长要一起去吗 你说过 如果可莉要去别的地方就告诉你 我们一起去 也是 那么 亲团长要去抓鱼 鱼很好吃 所以值得 这里是无人岛 使用炸弹应该不会给他人造成困扰 稍稍放松一下 我想 没关系吧 去找一路 出发 那边 很多鱼 可莉来啦 哎 等等 那两个人 一流样的跑掉了哦 算了 有雷泽在 应该没关系 等安顿完大家 我就过去找他们 到自由活动时间了吗 太好了 刚好我也想到处转转 该不会又要去找海盗的宝藏了吧 谁知道呢 这么大的海岛 上面一定有许多秘密 就让我凯亚来一探究竟吧 一路客老爷 该不会也贪财吧 怎么可能 我只想一个人静静 可我觉得你也不会闲着的 各位自便 我先告辞了 这些家伙 明明是大人还跟小孩一样拔腿就跑 一点都不稳重 果然只有阿贝多最 喂 阿贝多呢 阿贝多先生刚才说要一个人去写声 嗯 这些家伙 装得比谁都稳重 却这么爱度假嘛 难得的海岛 大家一定也很向往自由时间吧 没关系 请敬请游玩 等于回来 我再召集大家 虽然来海岛的缘由已经不那么单纯 不 无论我希望你 确实不错 旅行者 你也不要太操劳 有时间多放松一下吧 不是的 我只是 总之 希望你在这里能够开心 无论之后等着我们的是什么 我都会守护大家 守护可力 这是我身为西风骑士团代理团长的责任 请团长 永远都那么可靠呀 旅行者 谢谢你 你能这么说 我非常开心 闲聊就到这里吧 亲爱的旅行者 让我们都能在这片沙滩上 找到片刻的快乐与安宁 间面对不开心 用惹的小来 进行 您都会在这片沙滩上 感谢您的这片沙滩了 您的愚急 您的地讯 这片沙滩 我们有电沙滩 而且您的地片沙滩 打斩一点 再密尽 至少 进行 现在 终于骑士姐姐 你个家伙 一定很坏 容易歧视姐姐也要 虽然还没见到她 但可莉一定会保护好嘟嘟可 不让嘟嘟可被她抢走 哪怕她是嘟嘟可的 嘟嘟可的 爷爷哥哥之类的 不管她是嘟嘟可的什么人 可莉都不会认输 可莉很喜欢这里 有沙滩 大海 还有白白拉姐姐给的雨球 还有各种奇妙的东西 而且大家都在这里 超级热闹 可莉很开心 其实可莉有点害怕 万一可莉失败的话 嘟嘟可就会离开可莉 如鱼骑士姐姐 你会保护嘟嘟可吗 真的吗 有你在 可莉和嘟嘟可就安全了 谢谢你 可莉还有些不明白 但大家都来了 阿贝多哥哥和雷泽也来了 正好呀 能玩的游戏也变多了 可莉喜欢跟大家一起的感觉 好 想摘鱼的时候 记得来找可莉哦 就说 你很难找 甚至会 你还带着 你还带着 我 你看 你还带着 我 你还带着 是 你还带着 你还带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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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是件不错的事 我啊 现在有个想法 人要是能逆向生长该多好 突然变回小孩子 一下就从成年人世俗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了 像可莉一样 自由自在 随心所欲 难道你不向往吗 怎么了 很在意狄鲁克的臭脸吗 这些年他一直都是那副模样 各种情绪都内敛了不少 所以啊 表情也总是那样 你当他是个大孩子就行 从我的角度来说 人要是能一直保持年轻 未尝不是件好事 怎么会呢 我可没有骂他 成年人也好 小孩子也罢 这座岛上全是让人操心的家伙呢 要走了吗 那就先完了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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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居是很大 谢谢啊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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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ronauts 欢迎 thought MentalラDP mataigs 是你 要吃鱼吗 我不太会 但陪你 气味很强烈 在天上就能闻到 所以我下来 这里有咸味 还有树叶 草 果子 你的味道 好闻 水太多了 左边 右边 全是 不过 我喜欢游泳 我 当心 来看看 现在 肚子很饿 想吃鱼 还有 肉 今天 来找你们 你们没事 就好了 不要 不要有事 我会 害怕 我 保护大家 好 要更快一点 要更快一点吗 好啊好啊 有什么想聊的话题吗 你或许听说过 我们蒙德城有个传统节日 叫做雨球节 每到节日 人们就会投掷色彩绚丽的雨球 以这种仪式来传递喜悦 并纪念风神 是个老少咸宜的节日哦 可莉很喜欢雨球节 不过 现在还不是时候 所以 我就做了特制雨球给她 希望可莉能开心起来 她的笑容很有感染力 我一看见她开心的样子 也会忍不住笑哦 虽然姐姐经常叫大家保持警惕 但对我来说 这座海岛还挺有趣的呢 夏天能看见星星的夜晚 像这样坐在沙滩上 随着海浪的起伏哼歌 我觉得 是非常浪漫的事哦 而且 你也在这里 总觉得 这个夏天 变得特别了起来 啊 我吗 我 我其实 其实 你要听实话吗 其实 我既担心大家的安全 也想趁机 和大家一起出远门 才跟来海岛的 啊 你 你不会笑话我吧 毕竟作为祁礼牧师 我也不应该太贪玩才是 啊 那就好 没想到那几位 也到海岛来了 气氛一下活不好多呢 我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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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 跟姐姐 可能是性格原因 她总是非常繁忙 一个人背负许多事 我希望 她能自由一些 快乐一些 至少我在的时候 能让她高兴起来 是不是该给她唱首歌呢 嗯 嗯 待会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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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一个人在海边闲逛 看起来有些寂寞 好啊 我 我的事 好像不值得讨论吧 相比起来 我还比较担心你的状况 如何 对海岛生活还习惯吗 如果你需要帮助 随时找我 有任何线索 也记得及时联系我 说起来 刚刚可离让我帮他抓几条鱼 你愿意的话 就一起来吧 我从一开始 就对那封信之怀疑太多 但慎重其见 我找其他人打听了一番 果然 收信人不止我一个 显然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对方的目的尚未浮出水面 我来海岛 就是想查清这一点 有我在 你可以放心 这里风景居然不错 晚上走在海边 会产生自己正在度假的错觉 难道这也是对方 用来麻痹我们的手段 好像不值得讨论吧 相比起来 我还比较担心你的状况 如何 对海岛生活还习惯吗 如果你需要帮助 随时找我 有任何线索 也记得及时联系我 说起来 刚刚可离让我帮他抓几条鱼 你愿意的话 就一起来吧 晚安 早点休息 神域骑士 这边这边 和我们预估的一样 被水晶吸引过来了 老鱼老鱼老鱼 不行不行 为了避免可力把鱼炸掉 老鱼还是交给我们吧 毕竟打牢采摘什么的 我们也是老手了呢 一条 一条 还差最后一条 老拳了 这样就得到所有鱼灵了吧 要更快一点吗 王月骑士姐姐 要放鱼片了吗 可力 可力够不着 不过不过 可力也不懂这些 可力相信你 你替可力放肯定没问题 那么 鱼灵我们来放 最后最重要的机关 就让可力安吧 好啊好啊 终于要见到你了 嘟嘟大魔王 显出人形 可力 兴致真高啊 终于骑士姐姐 加油呀 可力给你打气 可力 嗯 可力知道了 嗯 可力 怎么了吗 可力 可力担心 这里面真是 嘟嘟大魔王 该怎么办 万一 嘟嘟大魔王 不认同可力 成为嘟嘟可的家人 或者 或者万一可力 输给了他 那嘟嘟可 就不能陪着可力了 妈妈也会很难过 嘟嘟可是妈妈 送给可力的重要朋友 然后就 敢按了 嘟嘟 终于骑士姐姐 能不能 请你来帮我按呢 为什么呀 是啊可力 我们大家都在这里陪着你 人多势众 说的就是这种场面吧 不论是什么样的敌人 只要有我们在 就不用害怕 正好 我也想见识一下 这座岛上的敌人有多强 去吧 我在这里 大家 不要说这种话呀 万一嘟嘟大魔王 只是请可力去他家 友好商谈呢 又或者 对 说不定 他已经承认了可力 他会承认可力吗 为什么不会呢 可力非常认真 做得很好 真的吗 那可力要上了 按钮 按钮 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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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等等 我都糊涂了 这是什么 整座的 显至像是藏在能量罩底下的巨大礼物箱 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哦 不去看看吗 嗯 要看 邪恶的红色女孩 你终于来了 我等得太久太久 实在是好无聊啊 你敢敢面对我 都都一族的统治者 都都大魔王 勇气可嘉 勇气虽然值得敬佩 但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 因为嘟嘟大魔王就是我 你的妈妈 爱丽丝 哎 妈妈 爱丽丝 是那个写题瓦头游蓝指南的人 可力 还有陪同可力一起前来海岛的各位 你们好啊 如何 这片海岛好玩吗 夏天的阳光和海滩 应该是个不错的假日吧 不用找了 我不在你们身旁 面前这台正在说话的机器 是我发明的爱丽丝流声机 用于传递妈妈的爱啊 这可见是 哎呀 不会吓到大家了吧 抱歉抱歉 我家可力喜欢玩各式各样的小玩具 作为母亲的我 自然要支持了 这些玩具一点都不小 妈 妈 不能见面很可惜 但我会从远方留意着你们的一举一动 像过去那样守望着各位 竟然是爱丽丝女士 我 我大意了 也许各位会为这一切感到奇怪 为什么一个离家千里的母亲 要大费周章地建造这样一座水上乐园呢 叮叮 没错 我也亲自去过那座岛 对岛上古老的遗迹和特殊的地形很是喜爱 为了让大家都享受到这份快乐 才做了这些安排 可力的妈妈也是个非常自由的人呢 是不是有人在说我坏话呀 没有啊 她是在监听吗 不 不需要这么麻烦 什么意思 可力的母亲阿丽丝是一位极其神秘又近乎万能的魔女 千万别太惊讶 她就是这样的人 你们一定在想 那些信是怎么回事 那些船又是怎么回事 还有那些浮标 能量照 嗯 其实我也觉得有些大费周章了 但只有这样才能把各位请来这里 不是吗 那座岛本就很有故事 原住民 沉船 神秘机械 无数巧合汇聚在此 要是不做些布置 岂不是太浪费了 让我猜猜看 收到信的各位应该都在吧 凯亚先生 狄鲁克先生 雷泽小朋友 琴小姐 芭芭拉小姐 然后是 小阿贝多 以及神秘的旅行者和他的好伙伴 派蒙 你们都是受我邀请前来陪帮可力的人 谢谢你们 让这孩子过了一个不错的夏天 岛上的一切 都是我给你们的礼物 谢谢你们陪着他 不过 等你们听到这段录音 我应该已经在别处旅行了 啊 旅行生活是如此匆忙又有趣 我问你们身旁那位旅行者就知道了 爱丽丝女士 是因为太忙无法陪伴可力 才做这些的吗 不是啊 慢慢就是这样的 各位 如果您此刻正在思考更深一层的用意 我必须得说 情况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我之所以中意蒙德这座城邦 是因为自由 也正是我们母女的期望哦 我的愿望很简单 希望可力怀抱着好奇心与善意长大 只要她想 她就能做任何事 去任何地方 原来如此 确实是爱丽丝女士的风格 抱歉 是我误会了 总觉得是好有性格的妈妈呢 哦 妈妈是最好的妈妈哦 妈妈 这次我们抓鱼 开船 游泳 玩了很多很多东西 大家都超级超级好 对可力非常温柔 下次你也一起来 我们再到这里玩 母女俩都是自由自在的精灵啊 夏天啊 说到夏天 我去那座岛时 刚好也是夏天呢 坐在这座岛 是海浪扶过脚背 发出的细想 就想到了你 可力 你是出生在夏天的孩子 是海与风 送给妈妈的礼物 妈妈很感谢你的诞生 也想送点东西给你 于是妈妈 在岛上做了些布置 把古老的遗迹 改造成夏日游乐园 再用嘟嘟大魔王的名义 请你过来 《异世界传说》里 有过一座 以金苹果为名的奇迹之道 它有多种化名 承载着人们 对美好幻梦的想象 妈妈喜欢那个故事 也希望你能享受到 故事中的美好之事 所以妈妈 送你碧蓝的海水 珍珠般白亮的细纱 不可思议的乐园 和那些爱你的人 所以水晶才只有三块吗 花瓣般的浅红色 海浪般的浅蓝色 秋叶般的浅黄色 或许在爱丽丝看来 这片群岛就是天然存在的 第四块水晶吧 位于大海正中 被植被覆盖的 绿宝石般璀璨的 夏之水晶 可莉 你和妈妈一样 是比普通人更长寿的种族 对我们而言 时间是一阵风 吹过便是结束 在如此漫长的生命里 父母不过是孩子人生的第一环 即使我们不愿分离 终有一日 你也会走上属于自己的路 可莉 妈妈会一直爱你 但除了妈妈 还有许多人围在你身旁 陪伴你 老师 哪怕知道有蹊跷 也愿意为了你 留在岛上的人们 夏天是属于大家的 无论生活如何变化 无论这一年发生多少事 夏天都不会消失 就像人们之间的爱一样 希望你从今以后 无论去往何处 都不要忘记 世界上有那么多爱你的人 对了 在家也要听阿贝多哥哥的话 妈妈会定期回来看望你们 其实啊 我一有空 就会偷偷回来探望可莉和大家 谁都没有发现吧 还是老样子啊 爱丽丝阿姨 阿贝多这家伙 该不会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吧 时间差不多了 就先说到这里吧 对了对了 我做这些费了不少力气 你们一定要尽情地玩哦 那么各位 还有我的宝贝可莉 下次再见咯 妈妈再见 大魔王就是妈妈 不知为什么可莉觉得好开心 不管是炸蒙多大门的妈妈 被关禁闭的妈妈 还是写奇怪的信给我的妈妈 可莉都好喜欢 不会 因为妈妈是最厉害的大魔女人 无论在哪都陪着可莉 永远不会让可莉感到无聊 可莉最最最最喜欢妈妈了 柔鱼骑士姐姐 你喜欢可莉吗 可莉也很爱你 你要陪着可莉在这里玩个够 否则妈妈会觉得很可惜哦 我还有很多 我带你去游泳 扎鱼 跟可莉在一起就是开心 喂 快来啦 别让可莉久等了 我们也快过去吧 原来是 是爱丽丝女士啊 怪不得会写那种信给我 她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有机会你也该见见她 虽然有时她也会带来麻烦 但我不讨厌有趣的麻烦哦 你问我是不是早就猜到了 那可没有 我这么老实 当然是一直都被蒙在鼓里的啦 妈妈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哦 阿贝多哥哥可以作证 妈妈认识大家 一定也认识荣誉骑士姐姐 因为妈妈是万能的嘛 我们下次妈妈回来 我们一起去找她吧 妈妈是很好很好的人 荣誉骑士姐姐绝对会喜欢她的 没想到这里的一切 知道真相之后 似乎连周围的景色 也变得可爱了呢 如此美妙的夏天 真是再好不过的礼物了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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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明白 但是很暖和 毯子像毯子一样 很软 这是 要更快一点吗 太不可思议了 这整座小岛 居然只是一份礼物 熊玉骑士 我 我好感动 就算跟我没有直接关系 也觉得很感动 只要能够长久的陪伴彼此 就可以成为 对方重要的人 我好像明白了许多事呢 我好感动 我好感动 这一切就许多事呢 我好感动